在今天新闻一开始为你所报道的乔务委员会驻多名你家的女外交官欧美珍遇害 乔委会委员长吴英毅今天泪洒立愿 他指出这名女外交官已经在乔委会服务超过20年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遗憾 而在转述女外交官的母亲听到消息时的第一个反应 吴英毅还忍不住哽咽了 我是我唯一的女友 对我说真的有心情 对我说 谢谢